怎樣?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鋼紅定理 鋼紅定理是什麼? 就是當我們去一家新的餐廳吃飯的時候 千萬不要點他的小菜 為什麼? 因為鋼紅定理指出 他如果煮菜很難吃 那他的小菜大概也不會好吃到哪裡去 小聲一點啊 這就是鋼紅定理 各位學會了嗎? 潮溼